呛呛三人行 有义军在和徐老师在 我们一个是可以放眼国际 再一个就是可以放眼政治 当然是外国的政治 美国的政治 前两天我跟马爷和一个人一起聊天的时候 讲出这么一句话来 我觉得很有意思 说当今世界的政治的模式 发现偏于极权制的国家 和偏于分权制的国家 都卡住了 他们用了这么个动词 就这个机制似乎都卡住了 有点这个运转不畅的这种 又不知道前途该如何调适 这种感觉 我想同意一半 同意谁的一半 就是民主制的国家现在卡住了 极权制的没卡住 畅通的 是吗 我觉得畅通看行到 行多少公里吧 我觉得再往前也得卡住 而且他那个卡的 而且他的卡的方式可能是翻车 那个民主制国家可能是塞车比较慢 那个就是彻底翻车有可能 塞车的时候就出来 就得出来一条狂汉在那乱吼 是吗 我就说这个特朗普啊 声势逼人 床破 大陆网民把它翻成床破 以前叫川普 现在叫床破 这是一个碎的床 床破掉了 哎 他那劲头 这是很厉害 就是 就是把床搞破了 床搞破 我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个发型跟义军一样呢 真的 我比他好多了 我最烦就他那个发型 原来说你的发型跟谁一样来的 谁啊 我今天我今天边吹头发 我问我们吹头发 原来说你的发型 像李宇春 对 就是咱可以看看这个川普 你就觉得他现在共和党的这个代表人的票 高居458 其他那是他其他几个共和党内的对手 都远低于他 卢比奥已经退选了 哦 退了 对 卢比奥 他不是应该最有希望 对 他是在文化 就是在他的这个竞选集会的场合 已经发生了暴力冲突 当然特朗普本人说 一点暴力都没有 那叫爱的聚会 然后就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叫停了 就是就是就是不搞了 你看这个口号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有意思啊 Dire to struggle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Dire to win 我待会再跟大家说 这个这个是什么呀 微博上讲的 毛主席语录 敢于斗争 敢于生 没错 这是毛主席 是有人把他那发型放在毛主席 你知道这个是在 不是 这个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这个是反对特朗普的一个组织 就是给他去搅局的 然后他们是崇拜毛主席 然后著名毛主席的这个口号呢 对 就这个口号叫什么 叫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这就是Dire to什么 抓狗 Struggle Dire to win Struggle Dire to alpha Dire to win 他们说这个什么 咱们那微博网友有说 说于谦有三个爱好 叫抽烟喝酒烫头嘛 说这个文涛也有三个爱好 你知道叫什么吗 说我是这个朗诵唱歌 说英文 我要讲的是 王蒙老师经常提到这一点 这对于好人呢 其实有时候像我们这么懦弱的人啊 确实应该有时候经常喊一喊毛主席 这个要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有的时候这中国人就有点怂 尤其是我 不敢于斗争 不敢于胜利 是吗 这两天李安就敢于 李安不是他就在抗议吗 现在就是上一次 那个奥斯卡不是在颁奖的时候 找了三个那个 那个亚裔的小孩子过去吗 他就说是 这个是侮辱了 那个亚裔 现在他带领好莱坞的导演们 出来抗议 有著名的温良公检 对啊 李安 李安都敢于斗争了 因为因为他这个主持人 从头到尾 打着反种族歧视的这个 噱头 就是讲黑人 对 可是结果拿黄种人来开玩笑 对就是人家说一句笑话嘛 说我最反对 种族主义者和黑人 但他现在黑人变成 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亚裔 但是呢 对于坏人 我们就得劝他 你得这个收敛 当然跟坏人说什么都没用 是吧 我可以看他下边 这就是一个 这个 特朗普 特朗普你看在电视上 这是选总统的人呢 但是 有人说他手短 他在电视上就说 您看我这手这么大 你看他法刑是不是跟义军 不一样 这 这就是我今天 我们今天的话题 主要是为了徐老师而设 就是 从特朗普 您别剧透啊 从特朗普到纸牌屋 这个 你看 这俩笔 从特朗普 到纸牌屋 你知道人家这个 有人 美国人也把这个两件事 聊在一起啊 然后呢 就说这个 问这个特朗普那边一人 说你跟这个 纸牌屋里的 安德屋的 有什么不同 然后那也说啊 就碰到什么危机啊 安德屋的就开始密谋 在那个密室里密谋 特朗普呢 只不过是把他密谋的话 在电视上说出来了而已 但是我想说一句 其实你刚才说到 人家拿出这个 左的口号来说他 这个其实特别的对 特别有意思 因为他这次啊 其实在民主党阵营 有一个左的 是那个桑德斯嘛 其实你要说 左应该是他对吧 但大家发现 其实桑德斯的主张 和特朗普 居然有时候是惊人的相似 就是这个极左和极右 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什么呢 就比如说他这个税收方面 他们都说要 要他他他他们都说 要减低税 不是要减低税收 然后呢 呃那个那个 桑德斯说 大学权应该是免费的 那大家都很高兴了 所以很多就是 那个年轻孩子都很喜欢他嘛 但是大家后来如果真的去分析 发现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个计划 你说减要减这么多税 然后那个大学都免费 美国政府就贪了 嗯 就是大学是免费了 但是政府没有了 根本就不能够去维持 所以他们两个的主张 你别看一个左一个右 其实是一回事 而且这个在正 对你经常会发现 好好好 欢迎不同意 我觉得桑德斯跟 跟川普怎么会是一回事呢 桑德斯是太理想化 他的主张其实很好 都是 但是他做不到 不一样吗 特朗普说那些能做到吗 特朗普那时候 把穆斯林都不要进来 他主张就很坏 他不是说做得到 做不到的问题 他要在边境 修一堵墙 穆斯林不准入内 所有在美国出生的 只要你父母是非法移民 小孩按现在的讲法 小孩是合法的嘛 他说连这些小孩 也都要去做出境 因为他父母都非法 所以特朗普的问题是 他的主张 一部分美国人喜欢 另外一部分人反对 桑德斯是主张很好 但是实现不了 他那个全美国大学 学费免 当然很好了 他是社会主义者 我觉得他们还是一样 那特朗普就实现得了吗 特朗普当然也实现不了 但是他有可能 看了全力的游戏 弄一条那个北境 那一条长城 隔开墨西哥和美国 而且这是他现在主要的纲领 而且他是要墨西哥政府来付钱 那怎么可能 人家肯定不会给你付钱 他算了一下 美国跟墨西哥的贸易 墨西哥占了很大的便宜 他就说因为他占了这个便宜 所以他们就要秀这个墙 那人不会理他 他们说啊 现在就有这么多美国人理他 百分之三十几的人 墨西哥不会理他 说到底他们俩还是一样 就是说得好听 然后呢有脑子想一想的人 都不会喜欢他们 这正是我作为一个 看不懂的中国土鳖的问题啊 就是说他这个人 你们现在看啊 是真疯啊 还是装疯啊 那么不管是真疯 还是装疯 美国人民都疯了吗 那么多人支持他 他就俨然 我听有人 貌似了解内幕的人说 你放心 他觉得当不了总统 白宫发言人 已经代表奥巴马说了 奥巴马总统觉得他肯定当不了总统 奥巴马也是民主党啊 现在连共和党的高层也不喜欢他 就你们怎么分析这个人 他代表了美国民众的一种情绪 他说出了美国民众的一种不满 他的几个一些 他那个口号虽然 做不到 而且也错 但是很解气 就是说政治不正确 因为美国多少年来玩政治正确 他就是 就是老百姓讲实话 就在餐桌上都会这样讲话 穆斯林跑来杀我们 这个这个非法移民弄不好 我们都把钱送到中国日本去 他也不单是反中国 他觉得美国公司跟日本中国谈都是吃亏的 所以他 而且他的口号最主要的 他的刚领先的口号 就是要使美国重新伟大 Make America agree again 那就是说唤醒很多美国人觉得 我们世界上是很强 我们现在在走弱 他的确代表了这种情绪 但是要是他真做的话 这世界就好看 那几个怪发型 一个金正恩 一个他 还有谁怪发型 一个发型全世界 到时候原子弹就在那个头发上穿出来了 对 哎呦 世界发型大会啊 对 将来这几个巨头 就是全靠发型 希拉里也不爱梳头 我最爱希拉里的一点就是他不爱梳头 希拉里当那个国务卿的时候 头发乱的呀 而且他的首饰都是很固定 你看他的 特朗普讲话就是 反反复复就是这样 一单手指的时候 这两个手指扣起他 他这个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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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一把他这小爪一拿出来 我作为相面学家 我就一下子知道了 这种人有财运 你知道中国古代这相面的人说 有一种人叫天生猪胎 我在节目里曾经给大家解释过 他呢 这种天生猪胎的人一般都是身躯大 然后呢 四肢短小 手指都短 脚指都短 但是这种人 这才明白为什么发不了财 明白了吧 手掌的太好看了 应该截掉一点 没错 截掉一点 你马上捡钱 真的 短手捡钱 你说到他的 就是他是这样的 第一 他的这个支持者 人家有一个统计 是在美国是什么呢 65岁 那个以上 白人男子 然后呢 年收入在5万美金以下 就是白人当中的这个loser 蓝领 这个蓝领工人 就一开始是这样的 失调工人 对 他一开始是因为 就是说他这个失调工作 就是很多人说是因为呢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 虽然给美国也带了很多好处 但是他跟不上他们就是下岗失业的这个速度 那么随着他后来那个话讲的越来越狂妄以后啊 支持率越来越高嘛 他的这个支持者呢就变了就变了越来越多 好多你都看不懂了 就是原来你以为不会去投他票的人都去那个支持他 我问你啊 这个将来 你看他的场合已经产生暴力冲突了 就是说多少年来没有说当地的市政府就取消了 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宣传集会为了治安的理由取消了 那么就可见这种冲突啊 往往是很暴力 你说我想起当年这个陈水扁 他会这样的闹下去的话 就是激烈的支持和激烈的不能容忍 这最后会不会带来这个这个撕裂 国家族群 而且他的态度呢就助长 别的政治家呢都要撞gentleman 有人来反对啊 哪怕有人来丢个鞋啊 都要说哎呀这个哎呀你的意见很好啊 你这个你自己买的吗 什么白子啊 他是你看人家一捣乱 一有人喊口号 get out get out 赶出去 赶出去 然后他喊赶出去的时候 下面支持他的民众就支持 get out 就这样的态度啊 其实 连我们屏障 讲课什么 如果有个学生不满意 我们都不会说你滚出去滚出去 这样的话 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少见的 就你想一想 那个查威斯是不是这样的人 那个卡扎菲是不是这样的人 萨达姆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啊 就是那个 那个populist 就是就是民粹主义者嘛 其实那个英文说的更好 他是就是想就是自己受欢迎的那一种人 就是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 我老觉得这种人性格上啊 有没有一种表演人格 就是他乐于 他是电视明星啊 你知道 查威斯也是啊 你记得吗 查威斯 在全国 每周有个电视节目 直播 恨不得八个小时 还是十几个小时 就在电视节目里 调遣军队啊 查威斯 说 咱们说 咱们调十个师 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好不好 底下人说 啊 好 查威斯现场办公 调军队 这 这样的人 其实不同程度的国家 就你都看到 包括以前伦敦那个市长 呃 那个Boris吧 呃 那个Boris Johnson吧 应该 他们就是 他们英国人都说 为什么现在做政治的 女的就要好看 这倒我倒不太同意 很多在 就是在亚洲当政治 女的都不太好看 就是说 女的要看外貌 男的就是必须要搞笑 呃 他们说 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政治家 都要变成这样的人 对 这是一个小丑的年代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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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 主要是这个老戏骨啊 他说的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们就说 问他就说 你跟特朗普 要是竞选 就是只拍屋里的 安德姆的 要是碰见特朗普 怎么办 但他一开始 他就说 说这个 他还没进入什么的 提名人大会 可能就 我就我就把他给图了 对吧 但是呢 他讲的最有意思的话 是什么 这个老演员 你看多讲究表演的分寸呢 这个凯文斯贝西 他说啊 他说 我每天白天 拍戏 拍纸拍屋的时候 呃 拍完了 我都在担心 就今天的表演呢 有没有过火 他说 可是我晚上 呃 回到家 看电视新闻 我又总觉得 我演的还不够 这说的 说的太棒 而且还有一个 他更棒的一个话 这个凯文斯贝斯 讲的更棒的一个话 就是有个记者就问他 说 请问凯文斯贝斯 就是说 这个特朗普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床破 是吧 呃 和你演的这个 安德姆的 这两个人物 你怎么评价 然后他说 呃 你知道这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比较 呃 一个呢 是个虚构的人物 另一个呢 呃 也是个虚构的人物 呃 and tell you what he believes 这第四季啊 你知道咱们的这个 徐子冬老师 这个政治狂人 是吧 这个意淫 你知道他是一天看完的 我也不懂 他们这个运作 他们有两种播法 有些像权力游戏之类 他是一周一集 那就逼得你去追看 或者你就不看 以后等等等等 蓝光出来 他这个 他就是一天播啊 到美国时间 下午四点钟开始 到第二天早上五点钟 没办法停不下来 啊 就只是看 真真 我真的很佩服 佩服在哪 佩服在哪里啊 他的料都是真的 料都是真的 做出来的菜是假的 就是说他讲的事情啊 全部 全部都是 比方说美国现在 跟中国俄罗斯 外交的这些 那我现在还说一下啊 还没 没有看这个戏的 这个观众啊 我不会剧头 我不会剧头 我不会剧头可以说 我不会剧头 我讲前三季 好不好 他的料都是 包括这个权斗了 阴谋诡计了 杀人了 这些党 党争了什么 这都是真的 可是他编出来的故事呢 是没有的 你不能靠到 现实生活当中的 而的确 跟现实当中 是不一样的 但是难还难在什么呢 他的菜虽然是假的 味儿却是真的 你知道 他里面讲出了 政治的核心啊 那有些警句啊 真的使你今天 有没有你还能记得的 有 比方说 那我要剧头了 到时候 说吧 可以透一句 警句没关系 要是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就让他们感到恐惧 哦 来 没有 我都突然想起来 就我也看了 这个前三季啊 其实还有 以前那个 那个英国有一个剧 那个 Yes Prime Minister 他也是讲 他们背后怎么搞 那个阴谋诡计的 后来我就问英国人 我说那你们看了这个剧 会不会对你们的政治 很失望啊 你们选的都是这样的人 出来 他们说 可是你看他们的下场多糟糕啊 因为后来那个Minister就很惨嘛 被媒体追啊 这样那样 哎 我最想知道 紫白屋的下场还不惨啊 他还没惨 一层一层在往上走啊 我一直觉得他那个戏整个特别黑嘛 整个坏人就当道 我不知道到最后 他会不会跟我们什么结尾 那首先 我有两个人推荐 你们不相信我 没关系 一个是王岐山 王岐山人家到他家里去 他就推荐下面的中纪委的干部 还特别要他们注意党边这个角色 就党里边的这种 其实党边这个词有点贬义的 他其实是处理一些事情 他不是领袖 他不是道德模范 但是他的确对维护党很重要 王岐山特别推荐 这是第一 第二 奥巴马 现任总统啊 发推特 就说 你们不要剧透啊 我等一下要去看紫牌屋啊 就发出去 然后他发的这条东西 就转到了紫牌屋的 他那个账号上 推特 那照一般情况下 他们应该欣喜若狂 对吧 种种在看 原来他只是转发 一点表示都没有 就只是把总统的推特转发一下 说意思你看 总统也在看 对 你刚才讲这个党边这个用意 我也是有这个联想 这个安德鲁的 你看他原来还没当总统 就是做党边的时候 他干的事呢 就真的相当于是当下的边 对吧 干的一些个脏事 幕后的 但是你看他当总统之后呢 他又有了一个脸 成了一个脸 你知道我看这个东西的 这个惊讶在于 很多惊讶作为一个中国土编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国家 可以黑自己的领导人 到如此之一个程度 而且总统还看 但他有没有黑 然后我就会觉得呢 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 他对于影视剧的 这个接受的程度啊 是多么的成熟 对吧 多么的成熟 但是我从另一方面 又看到特朗普 这样一个叫嚣着啊 这个关了穆斯林教堂 那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 犯毒的 这么一个选总统的人 支持率这么样的高 我又会觉得 他怎么又有一些 那么傻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支持者 所以对吧 这个让我觉得很错乱 所以我翻过头来又是说 我说他拍这个戏 是不是正是为了 就提醒他的国民 你觉得他为什么这么黑 他也美国总统 应该没这么坏 对吧 但是他时时给你敲这个警示钟啊 就是善良的人们啊 警惕啊 警惕啊 你说他有没有这个情怀 所以有人现在就说 是民主有一个bug嘛 就说里面他出了错了 他有问题了 就我看这个特朗普一路的心情 跟追这个纸牌屋是一样的 我就想知道最后 这个人有没有坏的下场 就说如果美国最后投票 真的选出特朗普当了总统了 热闹了 可能真的就是说 我们觉得这个戏的 大赛了 这个结局被改写了 就是说啊 现在 现在的纸牌屋的结局 就是一路向上 但是还没拍完呢 我相信他 我觉得他最后的尾巴 还是不会让他有一个好的 纸牌屋啊 妙还妙在那里 你不能只看他做的几件坏事 你要看下去 尤其是他当了总统以后 这个美国人拍的很微妙的 就是说有一个问题有人提过 为什么你不恨这个总统 有专门用调查 就是你看到后来 你不会完全恨他 你会站在 当他跟普京 就是当他跟俄罗斯总统站在那边 你自然而然就站在他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他里边体现了 美国政治的很多东西啊 怎么运作国家利益原则 即便他那个很多游戏规则 就play game 不是 为什么大家也不是那么恨这个主人公 因为他的确在代表国家的利益 做很多事情啊 因为他的很多事情是 就是说简单的说 你奥巴马也得这样做啊 比方说要去救前线的美国兵 转播轰炸 而且这个轰炸的时候 该不该轰炸 一方面说会死人 一方面考虑国家利益 这些都是真的问题啊 我是觉得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君说为什么 我就说 其实电影里面好多的主角 你都会去这个同情他嘛 因为他展现了 他就是人性的方方面面 包括他的弱点 你看他往他爸爸坟上去撒尿那一段 我就觉得 哎呦 就是你把这个人的底线就看清楚了 他那种被压抑 曾经自卑 曾经被压抑那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戏啊 就是那种劲斗啊 按说你看很有意思啊 他没有任何大的场面 可是你觉得这个电影感啊 对 这种太大的一个片子了 你知道就因为一个白宫 几乎都是真的 哎 你们还知道前一阵 我真是 这个纸牌屋啊 第三季 曾经啊 到联合国安理会 要去取景 联合国安理会的那个常任理事国 那还有一个休息室 但是呢最后被否决了 这是真事 被否决了 美国外交的一个杂志等等 但是你看非常有意思 主要是谁不干呢 因为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行 俄罗斯的那个驻联合国的外交官不同意 说啊这个我们这地是预备紧急事件 马上就得开会 不能用于这个拍戏 但是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 驻这个联合国的代表这表态 哎 我觉得真反映中国人的灵活性和原则性 中国这个代表人家怎么说啊 说也不是不能商量 但是呢 你们能不能拿这个剧本 给我们先审 那我们审稿可以开绿灯 还有这还有一个事 就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很多美国人 他们投票给他 他们都是有种什么心态 他们就说 你看他现在这么说话 他上台不会那样做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我们相信他运作保家 你现在话题转到川 川破了是吧 不是那个紫牌屋了 你可以接着说紫牌屋 他这个戏里戏外 但是其实你知道他的钱怎么来的 他大部分钱都是他爸给他的呀 他爸爸去世的时候 他还在上中学嘛 那个时候他爸爸进了很多这个房地产 后来我看那个经济学人 他们就专门说了一个说 其实川普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到现在半数以上的财富 还是他爸爸买的这个房地产 所以我就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要替媒体喊个冤 就是大家老说他穿那么红 是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媒体去 去捧这个小丑 但是我想说是媒体嘛 我觉得是大家现在不太去思考的缘故 但是我跟你说 我最近看到了 美国的新闻界啊 现在也在反思 也在反思 这个事啊 我认为善良的人们都要警惕 当然媒体可能没几个善良的 就是就是说啊 没有办法 今天你要图版面 哎 你骂 你就占较大的版面 哪怕严肃媒体也是这样 最后你会发现呢 落入了他的圈套 大部分的版面都给了他 于是呢 那帮